两个小时送完 那不得了 那个是很快的 两个小时 我们现在很快很快 一卷大概差不多也要半个小时 很快很快 那么七卷下来 大概也要好几个小时 所以我们主要是 这个就是要 你要有自成之心 你不管认不认识之 皆由恭敬心当中 得到法的利益 恭敬法就能得到利益 不管你认不认识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很好奇 师父啊 那我 我这个 为什么我就能够得到那么大的利 我举个例子 这是佛陀讲的 有一天呢 有一个婆罗门 在佛寺那个时候 在一个城里面 就是婆罗门 他们呢 不相信佛法 远远看到佛要来了 佛呢 带着他 藏水重 要来这个城 脱坡了 这一群婆罗门呢 那个带头的 那个 那个婆罗门的 带头的 就跟大家讲 你们呢 你们都不要去 给这个佛供养 他们都不相信佛法 所以呢 交代大家都不要供养他们 好 那 那个 那个慢心是很重的 也不会想去请教佛 他认为他自己懂的 就最多了 这时候佛呢 他 明明知道 明明知道 这里的人都不相信 可是依佛的 这个智慧 观察 这个城的 得度因缘 到了 那他还是 无所畏心 还是走进这个城里面 只有走进这个城里面 当然很多人都避开他 就不去供养了 结果呢 走到路边 碰到 一位 老妇人 老妇人的手上 只有一个发臭的 洗米水 洗米水 洗米的水 已经发臭了 老妇人看到这个佛 那么的庄严 这个走路的 这个位移 这么样子的好 都升起 很高的恭敬心 而城里面 其他婆罗们 也看到佛的位移 以及弟子们的位移 都不禁地 升起那种恭敬心 连那个带头的 也看到佛 也升起恭敬心 那觉得说 这个佛 他已经开始 有点后悔 他讲的话了 那等到他看到 这个佛呢 跟老妇人 跟他 托波 要托他手上 那个发臭的 洗米水 那这个老妇人 就很不好意思 就说 哎呀 我这个已经臭了 不要 不要供养 好 这个供养你 很不好意思 好 那我虽然 有很大的心 可是这是臭的 洗米水 那因为佛知道 他们之前就有约定 都不要供养 佛那些吃的东西 但是发臭的 应该是没有关系 好 那就跟老妇人 要这个发臭的 洗米水 那这个老妇人 一听到佛这样子 他愿意 接受 他这个东西 他心里就起了 很大的欢喜 跟恭敬 以及 很深的愧疚 就这样 把洗米水 供出来 好 那么佛呢 就当场 为他授记 说你未来深中 多久多久以后 人天富贵 好 不断 最后 从天上下身 正 毕自佛国 这时候 这个带头的婆罗门 在旁边一听 马上就跟佛讲 佛你大妄语 佛你妄语 那 这个佛呢 就 就跟那个婆罗门 就说 你曾经看过这个像 会有讲妄语的吗 这时候佛呢 就从他嘴里 那个舌头 吐出这个舌头 盖到 头顶 佛的舌头是 广长舌 他的 不用神通的状况下 他的舌自然的状况之下 是可以盖到头上的 盖到这个顶 这个婆罗门 一看到佛的舌相 就马上 肃然起敬 然后佛就讲 因为婆罗门里面 有个道理 舌相 如果能够 往上盖到 鼻子 表示 他三世不打妄语 他是因不打妄语 而有这个舌相的 那么佛的舌相 都盖到头了 肯定不打妄语 因为佛多 佛多知道 他得度应援道的 就用婆罗门的方式 来教导他 那么他就相信了 可是呢 相信归相信 还是一脸 一问 就问佛 为什么他只是这样供养 就能够得到 人天这么大的福报 生生世世 人天富贵 这么大的福报 最后还能挣 挣果位 还能够挣到圣果 佛呢 就反问他 反问这婆罗门 就说 你曾看过 最稀奇的事情是什么 那这个婆罗门就讲 他说他看过最稀奇的 就是 看到有一棵树 长得非常大 那个树荫下可以 那个树荫可以 可以 辟印到五百台车子 五百台车 那个树 那个树多大 然后佛头就说 那这棵树 它是是不是 从种子开始长起来的 种子 是不是一棵种子长大的 那婆罗门说 对 它是从一棵种子长大 然后佛就讲 同样的道理 这个老妇人 她供的 自成心 所供出来的 就是一个种子 因为她供的福田是对的 所以呢 她这个种子种对了 福田对了 生生世世的未来 她这个种子 就可以越来越长大 就像这个树 这个种子对了 它就可以长成大树 它不是草的种子 不是一根草 也不是一个小树的种子 它是一棵大树的种子 它未来就可以长成一个大树 所以我们种的 因对了 未来的果 就会很茂盛 所以因是什么因很重要 因就决定了未来 佛陀跟大家讨论到这个 这个婆论们呢 就 完全地信受奉行 然后整个成呢 都归于这个佛陀 我现在讲这个呢 同样的 这个经 你看看我们的诵经 你自成恳切心 这个成心 然后你对的这个 这个因重的是 三世诸佛 所讲同样的 这个中道实相道理的经 这个因 就是这个因里面呢 种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因里面 有这个经的内涵 也有自成恳切的内涵 那么未来的果报 就像这个大树一样 就像这个大树一样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常看到 三宝弟子 如果真生起恭敬行 我就对他起的 真是会有非常地欢喜 我就会非常地欢喜 修行真的就是 在恭敬当中来求 不是他用什么方法 他只要真的 打从内心里面 自成恳切 他种下的因 未来呢 就像这个大树一样 得的这个果呢 是无穷尽的 好 我们来继续看 好 我们翻到一百五十五页 好 翻过来 翻到一百五十五页 的中间 看经论 几个点章 不可及兆 须多看 像阴光大师来讲到 怎么看经 好 这是要研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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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研究经论 以及各个 各个章节 我们都不要急 要反复看 多看 急遭不能临近 必然 必然得其子趣 如果急躁之心 随意看看 那心里面呢 这个没有办法静下来 那这样子得不到经的内涵 后生稍稍聪明 得一步经书 废勤忘餐地看 一遍看过 第二遍 便无信看 急看 一落丧气 失魂之相 此种人 均无成就 当立皆之 这里呢 提到 如果我们太急躁 这个后生 我们现在晚辈 后生晚辈 现在年轻人看 只要稍微比较聪明 那么有一部经 就赶快很快地看过去了 废勤忘食 很快地看过去 那可是看过一遍之后 第二遍呢 他会再想再看吗 他就没有办法 那么大的兴趣 觉得看过去很好了 意思是他懂了 懂了呢 就没有再继续看了 那这样呢 就均无成就 英光大师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个是苏东坡 苏东坡云 旧书不厌百回读 熟读 熟读 生世子 自治 就苏东坡他也讲到 苏东坡他为什么 今生在文学上 那么大的成就 因为呢 他每次看书呢 是来回看的 看过的书 不厌百回读 你读过的旧书 我们不要去厌弃 你来回 看一百遍都没关系 熟读 生世子 熟读之后 慢慢地 我们就开智慧 就可以知道 他在讲什么呢 第二个历史 讲孔子 孔子乃生之之圣 独义上至尾边三绝 以孔子之资格当过目成颂 何必又要看文而读 就是说孔子再来了 他生来就有那种大的智慧 读《易经》 读《易经》 读《易经》上至尾边三绝 什么叫尾边三绝 就是以前的《易经》 以前是用竹简编起来的 竹简跟竹简之间是用线 去给它穿起来的 那叫边 尾边 那么他反复看来 他那个穿的线 以前有的是用牛绳 牛皮 牛的那个皮 穿起来 那个绳 那个绳是很坚固的 他反复看来看去 看来看去 读《易经》 那么坚固的绳子 断三遍 三绝 断三遍 你看他看到怎么透 不是百遍而已 这个苏东坡说 旧书不厌百回读 如果按照这个 尾边三绝的感觉来看 他不知道看多少遍 绝对超过百遍 反复地看 反复地看 你看以孔子 他那么 这个先天就有这个大智慧 圣能之智慧 以孔子这样的资格 你过目 就可以成能上过目 不忘的 智慧 那为什么还要再 看来看去 所以 固执 等一下 固执看文 有大好处 反复看有大好处 背诵多华口 诵国 看文则一字一句 细字指去 无论当取以为法 切不可显自己聪明 钻上背诵也 这地方呢 讲的是研究 研究经典 不是指做功课 我们一般功课是 早晚功课 或是诵经 等等的 这个呢 是诵 这样讲的不是指诵 这里呢 是指的是研究 看文 一字一句 慢慢去研究 知道它的指趣 要反复看 反复研究的 好 不可以说啊 我显自己聪明 我会背了 会背了就好了 它呢 就算了 会背就好了 可是呢 要反复地 一直看 那里面的智慧 经文 这个书里面的智慧 会越来越清楚 我们来看 156月第二行 当孔子时无子 凡书 或书于木板 或书于竹茧 义之六十四卦 乃福西所画 六十四卦 开手之团 这念团 特乎按团 团圆的团 去身团 六十四卦 开手之团 乃文王所作 每卦之六十四卦 乃周公所作 此外之上经 团圆 项圆 下经 团圆 项圆 并乾坤 二卦之文言 即细词上 转 细词下 转 说卦 续卦 杂卦 这个统合起来 上面算起来有十个 所谓十亿 十亿 十亿者 皆孔子所作 若曰字说 孔子所作者 比文王周公所作 当多十亿倍 而孔子读文王周公之义 竟致将编书之首皮神 磨断过三次 可以知读之 编书不可济 现在提到这个十亿 就是已经演化出来 就是后人 孔子 来 采扬这个《易经》的道理 这个十个著作 不过呢 这个十个著作 在后人研究 大家就在 这个说法不一 有人认为 应该不是完全孔子所作 可能是众人所作 不是单独一个人完成的 但是这个呢 我们这里就不论断了 至少可以肯定 孔子是很认真的 至少可以肯定 那么孔子读《易经》 皮神都磨断善变 以这种精神 我们看下面 无人能以孔子之恒而读佛经 持佛名 必能以佛之言之德 宣传及之夜事性 诚如来之智慧藏眼 那么我们呢 就要以这个孔子的那种精神 读《易经》的精神 而来读佛经 来持诵这个佛的名号 这样子佛的法就是言 佛之言 以及他的德恨 这个佛名就是佛的万德庄严 法呢 就是佛的言 以佛的言 以及德 宣自己 这个凡夫的夜事性 那我们这个八十田的夜事性 诚如来自智慧藏 我们现在这个八十田中 一定要一直种 清净的种子 这种子要种对 种好的 种子要种殊胜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哪个功课要做多少遍 要计数等等 那个都是种清净的种子 种越多越好 种在心里面 你每读一遍 每送一遍 就是种一个清净的种子 在我们心里 你久而久之 自然而然就转变 你身心就会转变 只要你成心 身心自然就转变 好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这一段也是我们常遇到的 金像之不能独 不能供者 我们现在是看一百五十六页的 倒数第二行 金像之不能独 不能供者 故当焚化子 现在讲的是 焚化已经损毁的金像 什么焚化呢 下面讲 就是我们毁坏的金像 已经不能再供了 毁坏了 那么这个金像呢 要焚化掉 那么化掉不能按照一般的画法 一般烧字纸的画法 你必须另外设一个画期 我有时候会劝说 如果家里有已经毁坏的一些 或是我们信所写的一些纸条 有佛字的 那些纸条 那些纸条 你如果要画掉 你就要有个画期 那我会劝说就买那种 外面那个金炉 但是那金炉专门画 损坏佛经用 不要去画纸钱什么 混在一块 不要 而且佛法也劝人家 通常纸钱这件事情 我们佛法 佛门比较不讲这个 那么你买的金炉 就专门是画 这个有佛的 这个毁坏金像的字 以及像 那么这个灰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画的时候 这个要严守 灰不要飞出来 那么以其 下面 以其灰取 而装于极密子之木带中 又加以净杀或净石 辟入水者沉 不致飘于两岸 有过海者到深处 头之海中 或大江深处则渴 小沟小河断不可通 就说这个灰呢 你要装在比较密的 不会跑出来的布袋里面 那么这个布袋呢 要加一点 这个 一些干净的沙或石头 加进去 丢在 这个海里面 比较深的海 或是深的江 那不要丢在小水沟 跟小河里面 不要丢 它这个意思是说 意思是说 恭敬心 不要让人家任意践踏 任意损坏 意思是这样 那么在静代 我们有时候 还有另外一种处理 这个灰呢 因为我们不一定碰到大江 也不一定碰到大海 那么 还有一个方便的方式 你找山里面 山里面 人踩不到的地方 然后挖起来 埋在里面 这是人踩不到 就是不会亵渎了 不会去 对啊 不攻净 人踩不到的地方 挖在 埋在土里 所以通常就是 在山里面的森林里面 好 这个也是一个方便的方式 好 我们翻过来 看158页 好 我们看 今天的这个最后一段 好 我们现在进展到 第六个章节 劝注重英国 好 底下呢 就是谈英国了 我们来看 英国者 圣人治天下 佛度众生之大权也 约佛法论 从凡夫地乃至佛果 所有诸法 皆不出因果之外 好 约四法论 何独不难 故孔子之战 周一眼 好 最初即曰 基善之家 必有余庆 基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好 我们看到这边 就是英国呢 佛法最重要的 他讲最透的 就是英国 那么圣人治天下 英国一定要讲 好 我们 从凡夫到佛果 都在英国当中 包括成佛 成佛 也是因为他种了英对 最后果呢 就是佛果 都是在英国里面 不出英国之外 那么在世间法也一样 世间之善法 也在英国 当然更在英国里面 何独不难 在孔子呢 他是非常的赞叹 易经的 他就提到 基善之家 必有余庆 就是基很多善 的家里 最后必有余庆 这个余庆呢 就是福应子孙 基不善之家 必有余秧 基不善之家呢 他除了自己 果报很重以外 也影响后代 福基善 基不善 因也 余庆 余庆余样 者果已 又既有余庆余样 岂无 本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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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基善 基不善之人 来生 后世 所得之国 当 大于余庆余样 之得诸子孙 者 拜千万倍 凡夫不得 而见 何可认之为 无乎 这里提到 基善 基不善 就是因 他做善 做恶 就是因 这个余庆余样 他就是要果 那么本庆 本庆余样 他本身 做的这个善恶 那么 本身做的善恶 做善 做恶 他本身 未来 他有他自己的果报 来生 后世的果报 这果报 绝对大于 余庆余样 这里余庆余样 比较指 对后世 子孙影响的果 对子孙影响的 百千万倍 他自己本身 善有善果 恶有恶果 那个影响 对自己是最强的 那么 鱼的力量 鱼的善力量 跟鱼的恶力量 对子孙的 也会有 剩余的力量 影响到子孙 当然他自己的 善恶 影响是最大的 那么这个因果 我们现在看不到 因为未来的事 看不到 可是不要说看不到 我们就认为他没有 那是有的 我们来看 金云 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事 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者事 这是古德提到 要知道前世的因今生 我们受到怎么样的待遇就知道 那是过去生的因 所造的 今生是果 所以这个 一瓢影 一丹石 任何一滴水 都是前世因所来的 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更要 积极地行善 所以欲知来世果 今生做者事 那么未来会怎么样 就看我们现在怎么做了 所以一个懂因果的人 应该是非常积极 而不是消极 所以你真的懂佛法的人 他会很积极做事情 不会在那里消极 在那里一天过一天 不是 他会非常积极的 因为什么因就是什么果 现在积极种善影 就会有未来的善果 我们看下面 倒数第二行 红范 乃大于所住 机子已成于五王者 末后五福六吉之所 发明三世因果之意 吉吉却欠 这里讲的是古代 尤顺鱼汤 鸿范它就是我们讲的洛书 洛书 洛书它是一本书 真的就是讲洛书 洛书的另外一个名称 是鸿范 它是大于所住的 那么机子把它 陈述给五王 让五王更了解 更知道 洛书这个书 洛书这个书 大家可能很陌生 我稍微提一下里面的精神 里面提到什么呢 君主 就是君王 国王他施政的态度 就是国王他本身的德恨 怎么对待老百姓 会影响天气的变化 这是洛书里面写的 洪范里面写的 意思就是 人是怎么做 天就会怎么样的回应 天跟人是互相呼应的 你看古代就有这个道理 这有道理 这个就已经有因果的道理在 这个机子是谁呢 就是那个那时候作王 后来那个五王不是伐咒吗 咒王最贤人的臣子 大臣就是机子 在机子以前不是一个很有名故事 我以前讲过一次 有一次咒王他在 咒王他有一个大臣送给他 一双象牙座的筷子 象牙座的筷子 就这个机子旁边 看到作王 看那筷子的眼神 因为那作王看那筷子 很喜欢 爱不释手 看他非常喜欢那筷子的眼神 机子呢 就因为他很忠心 又非常闲人 就赶快跟作王讲 请你把筷子丢掉 然后这个咒王就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丢到这筷子 然后机子就说 大王如果你不丢到这个筷子 国家会灭亡 这个咒王吓一条 他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只是喜欢这个筷子 人家送给我的 他说你会 这个机子就讲 你会因为这个筷子 而要有更好的碗 你会因为 要有这个更好的碗 要更好的桌子配 因为要有这个好的桌子配 你要更好的房子配 所以东西都越来越用越好 就奢侈下去 这个国家呢 就会灭亡了 那 咒王 那时候咒王 其实咒王在早期 他还算不错 咒王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不是很坏的人 他是后来 娶错的太太 然后 自己又奢靡下去 才弄乱了 他的这个国 这个整个国家 这个机子就是那时候 忠心耿耿 又非常闲人 那因为他是大家公认的 邪人之人 后来呢 又遇到 遇到很多的状况 机子一直去 劝戒咒王 咒王后来不听 一直都不听 后来把机子关起来 把机子关在大牢里面 后来武王伐咒之后 武王伐咒以后 这个咒王就死 就死 就灭亡了 那 武王一上 一上人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是把机子放了 马上大牢就打开 让机子出来 还有好几件事情 这个 那时候天下就太平了 那么机子呢 就把这个红范的洛书 成于武王 这是有这样一个典故 然后这里提到 末后五福六集之说 什么叫五福六集呢 我们现在不常谈到 五福临门 那五福是哪五福呢 大家记一下 我们讲的五福 就是寿 长寿的寿 第二个富 富贵的富 第三个康灵 康灵 康灵呢 就是那个健康的康 心灵安灵的灵 就是一生当中 能够健康又快乐 那这个快乐是心安理得的快乐 不是那种游玩的快乐 第四个呢 是有好的德恨 有好的德恨 那么心里又好德 又好德 第五个呢 善终 往生的时候能善终 走的时候好走 这叫五福 五福 那么六福是我们自己 有这个德恨 而感召来的这个福 六福是我们没有得 天所降下来的祸 祸害 那这六福是哪六福呢 六福是相对五福 六福呢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腰折 我现在讲的是 我们比较白话讲 古文是讲胸短折 你们就记腰折就可以了 是差不多的意思 第二个呢 就是疾病 疾 第三个呢 是忧 就是一生当中忧 那个忧郁症的忧 一生当中都处在不愉快 第四个呢 就是贫 贫穷 贫 第五个是恶 就是喜欢去造恶 喜欢做恶 善恶的恶 第六个 弱 那个强弱的弱 就是身体很弱的弱 但这个弱不是身体的意思 这弱是没有骨气 没有原则 处事 不能 没办法做大事 没办法做大事 那 做事没有原则 没有骨气 是指这个弱 这叫六级 五福六级 这五福六级是后来 在所演化出来的 这个道理 那么英光大师认为 他也 已经发明了 这三十英国之理 很清楚地 采扬在这个古代的论术里面 我们中国的论术 不是佛法 在中国的论术里 古书里 就有这样的意义在里面 极其确切 但是呢 到后代 后代 宋朝儒家 我们来看 158月最后一行下面 宋儒卫 这已经到很后代了 后代的就 常用他自己的想法在想 这就造成了会没有因果 宋儒卫 佛说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乃为骗愚夫愚妇 奉比较之句 失误其事 断以人死之后 行迹朽灭 神亦飘散 众有挫着 充磨 将何所事 神亦善以 令谁受神 再比断其 必无因果 而春秋转 死汗中 没有冤杀者作祟 蒙恩者报得 种种事实 细事前贤为佛教 欲为骗人之句乎 既无因果 无有后事 这遥解 同归于尽 谁肯知知羞耻 以求身后之虚名乎 以使我已无 虚名何用 由之善无以卷 恶无以整 这个呢 这一段呢 就是 我们是 整个练过来 我大概讲一下 在宋朝的儒家 常常很多是自己 去编出来的 他认为 佛陀说 因为这已经有佛法了 那个佛呢 他讲 三世因果的道理 这个宋儒啊 部分 不是每一个儒家 这是部分的儒家 就会批判 认为这是 骗余夫余妇的 宋王大师 对这个是很痛恶的 因为他自己 深受其害 他早期因为 读儒家的思想 也曾经 毁谤过 受这个宋儒影响 而毁谤过佛法 那后来他呢 身家忏悔 所以呢 他对这个事情是 很感叹 然后也非常的 要把他提出来 然后认为这是不对的 像这个宋 宋朝儒家讲 这是不对的 好 那么这个 这个他们呢 是认为说 六道轮回都是 骗余夫余妇的道理 而且认为 是断面讲 断人死后 形体就没有了 神也飘散了 就算有 挫着 充摩 就是指地狱之报 三二道的果报 那又 那这样子 就算有这些的话 那我们神是已经散了 那也受不到 他会觉得说 这个就得不到 他就不会受这个果报 好 那这个呢 就是断面 再比断旗 并如因果 因为他们认为 是没因果的 所以呢 这个 他们认为 春秋传十汉中 有一些是 冤沙在作祟 好 冤沙有作祟很多 一些古代的一些 这个道理 然后蒙恩的还会 冥冥当中 还会报德 二 二 感谢观看